土耳其近代简史 奥斯曼帝国的陨落 在我们这个广阔的亚欧大陆中心 有一个横跨两大洲 汇聚了东西方文明的古老国家 土耳其 我们现在在新闻里听到的土耳其 好像总是很混乱的样子 不是恐怖袭击 就是难民或者政变的 但其实就在四百多年前 他可是称霸地中海的 伊斯兰文明带头大哥 奥斯曼帝国 那么从当年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帝国 到现在这个看起来乱成一锅粥的土耳其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 这期间发生的两件大事 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和凯末尔改革 我们刚才讲过 16到17世纪 奥斯曼帝国达到极盛 那时候 他就像一个不可一世的勇士 不但把浩瀚的黑海 生生变成了皇宫后院的野狐 而且还抢走了当时的海上强国 西班牙的很多殖民地 结果就是 这个强大的奥斯曼帝国 控制了整个这一片区域 将于大到令人发指 而就在奥斯曼帝国正风光无限 丝毫察觉不到有什么不对的时候 在他们的隔壁 一些欧洲国家 其实早已经跨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14到18世纪 欧洲人发现了通往东方和美洲的新航路 达芬奇 哥白尼 牛顿 瓦特等一大批科学家 也相继出现 技术和商业的迅速发展 以及先进的社会制度 使西欧国家全面崛起 相比之下 此时的奥斯曼帝国 其实更像一个外强中干 固守传统的倔老头 虽然表面上仍然维持着统治 但实际上 已经在技术 军事等各个方面 都落后了那些新兴的西欧国家 一大截儿 到19世纪 英国已经成为了整个世界的霸主 统治着世界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而法国则仅次于英国 也控制了大片的土地 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刚才画的 奥斯曼帝国极盛时期的版图 你应该发现了 这些地区原本属于奥斯曼帝国 但现在已经被实力更加强大的新兴强国 巧取豪夺的全都收入自己囊中了 到20世纪初 奥斯曼帝国其实已经不被欧洲的新兴国家放在眼里了 甚至还被起了个外号 叫欧洲病夫 但由于非常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影响力 在当时欧洲的主要两股势力看来 奥斯曼帝国仍是一颗有价值的棋子 因此1914年 当这两股势力之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这颗任人摆布的棋子就不可避免的被卷入了战争 说起来这个奥斯曼帝国也是倒霉 偏不巧站在了最后战败的这一边 结果早就虎视眈眈的英法俄等国一轰而上 逼着奥斯曼帝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瓜分条约 到这里奥斯曼帝国已经是四分五裂 名存十亡 就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 当绝望无以复加之时 希望总会悄然出现 在这片废墟之上走出了一位英雄 凯默尔 这个年轻人英勇善战 在一战时期就率领奥斯曼军队屡次打败欧洲军队 被人们称为伊斯坦布尔的救星 一战后 在欧洲国家轰抢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时候 凯默尔又站了出来 带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誓死保卫家园 经过几年的血战 他们终于赶走了欧洲军队 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这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了 土耳其重获独立后 凯默尔被土耳其人奉为国父 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新领导人 而实际上 这个战斗英雄 还对欧洲的先进制度和思想 颇有研究 在自己的祖国浴火重生之后 凯默尔决定要让土耳其 实现全面现代化和世俗化 他突破各方阻力 模仿欧洲模式 建立了法律和政治制度 此后 为了继承凯默尔的一致 土耳其宪法 甚至做出了一项惊人的规定 赋予了军队 捍卫世俗化改革的权利 可以说这项法律 为土耳其军方这近60年以来 发动的五次政变 埋下了伏笔 说到这儿 你应该对2016年 刚刚经历政变失败的土耳其 有一个大致的理解了吧 到今天 那个曾经雄距亚非欧三大洲的 奥斯曼帝国 已经失去了当初近90%的领土 成为了土耳其 这个极其复杂的矛盾体 不管土耳其人民做出怎样的选择 我们都希望和平和安宁 会回到这片古老的土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